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环境非常优美 民风淳朴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将带各位去体验藏餐 过林卡 去听藏族的劳动耗子 去4700米去探寻高原温泉 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 不要走开 像母亲一样每天都用高原的冰川雪水滋润着这座美丽的小城 不过最吸引我们的是这里独有的一个高原温泉群 据说山里住着180个神仙 这些沸腾的温泉就是他们的厚厨房 到达谢同门县的第二天 还来不及舒缓高原反应 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奔赴海拔4700米的茶布香 去探寻这个神秘的高原温泉 哇 这个感觉太棒了 你知道我都激动了 其实理论上我是知道 我应该压抑住自己的这个激动的心情 因为初上高原的时候 人做什么事情都要慢一点 走了要慢 说话要慢 吃饭你都要慢一点 要不然又会高原反应 因为现在这个高度已经到了4700多米 但是看到这样的美景 让谁能不激动呢 蓝天白云雪山 我们要找的这个茶布喷泉 就应该在这个地方了 因为这儿已经到了茶布香 咱们到前面找人问问 因为交通不便 这个温泉显为人知 很多谢通门县的当地人 也都是听说过没见过 于是我们边走边打听 谢通门电视台的记者洛桑 给我们当翻译 你好 你好 你见得过你们的喷泉吗 在这种神秘感越好奇了 咱们赶紧走吧 在这无比的期待 我们继续向高山温泉地带前行 经过多次打听 终于来到了温泉密布的山谷 一条近南北向的带状川谷中 各类地热显示均入于花岗掩体中 有温泉 废泉 间歇喷泉等 据不完全统计 共有大大小小的泉口108吨 不少水温在80摄氏度以上 密布在这片山谷之中 在山谷的顶部 由于主喷泉后 喷发活动频繁 每次喷发持续的时间 一般为4到6分钟 最短为1分钟 间歇泉为2到3分钟 喷高一般5到6米 最猛时可达8米 我们在这地方走吧 基本就是 三步一个小泉 五步一个大泉 其实我个人感觉应该这底下整个都是一片温泉 我终于知道 他为什么说要带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泉的形状好奇怪 这好玩的 是吗 我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刚才远远地看 我以为是拿水泥砌起来的 但是我只要走近 我马上就知道 不是 这自然形成的 像个小火山口似的 是吧 你有喝过这个水吗 我 以前喝过 以前喝过 现在我也没事 因为这个味道比较重 有一个乖乖的味道 有乖乖的 我 可以 我先把我的空瓶 我从那边是接水的 一样的 烫吗 水 是热的吗 是热的 你看 看着 我知道 你接那些就好了 我已经看到里边的小植物了 有清汤 这个味道真的很重 他们说味道重吗 我就想肯定也就是硫磺啊 或者什么的 我能 其实我觉得还别有风味 它那个重很难形容 怪怪的味道 怪怪的味道 对对对 怪不得你说是怪怪的味道 我能形容出来 它有一股鸡蛋的腥味 按照当地藏族群众的说法 凡是喝了能治胃病的温泉 从此一定不会再得胃病了 不过来到了这里 最重要的内容是看一看间歇泉 就是定时喷发的中石犬 它会像传说中说的 那么信守诺言吗 我现在身旁的这一口喷泉 不同一般 它是一个非常准时的喷泉 现在得跟我来看 它没有留 当地人告诉我说 它停十分钟 喷五分钟 这么多年来 从没有爽约 它的这种忠诚度 堪比美国黄石公园的老中石犬 不信 咱们等着瞧 这口著名的间歇泉 每隔十分钟左右就会喷发一次 每次五分钟 十分准时 那么 为什么这里的温泉 被称为神仙的厚厨房呢 是什么样的温泉 引发了这样的传说 我们带着无比的好奇 继续前行 这个也好看 这个真的蛮了 一间的话就一点点 你看今天蛮蛮的 真的 已经好几天没来这边了 但这个泉子平时就是 它是不是翻涌的那种 是吗 嗯 这是不是翻的 温泉就是这样 是热的吗 温度还是挺高的 这个是热的 这个这个蛮了 一间的话就一点点 一下 你看你看全部蛮了 你这样说 我对今天能喷发充满了热情 因为他说这个泉子 平时就是比较安静的泉子 它的水位很低 今天的水位特别高 对 我也终于感 因为他没有沸腾 所以我也感摸 它这个温度 这不是有点像我们藏式的 那个炉子 就是这个炉子吗 是那个墙家的炉子 刚才我不是说那边 那个不是那个墙家的神山 有个神山 那边居住的就是180个神仙 就是他们的这个厨房 道炉 就是这个 就是英语 就是那个藏式的造炉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有一个当地的传说 是那边那神山里的神仙 他们的后厨房就在这了 西藏的地热资源 数量之丰富 类型之复杂 热活动之强烈 是我国其他省区无法比拟的 开发地热 利用地热 让地热为人类造福 正在逐渐被人们所重视 谢通门县的温泉资源十分丰富 在卡卡村就有这样一户人家 看准了温泉能带来财富 于是投资经营了一家家庭温泉 每年收入不少 这个就是咱们新的温泉了 是吧 漂亮了 去看 这是你接待客厅 接待大厅 对 这个是葬式的 人家那里泡完了吗 泡完温泉坐在这 这里休息 你想的挺周到的 然后而且画面里表现不出来 我一进来我是闻到它里面熏的葬香的味道 很好闻 是吧 对 战姆珍一直在外打工 更建筑装修的他 在老板的资助下决定自主创业 回家投资建设一个条件稍好一些的家庭温泉 那我以前跟老板那里打工去 我是想逃运说 还是他说你这里有温泉 所以那里盖几个房子 就做一个保险 然后收入也多 到外面来的客人也比较方便 就这样 就这样做了 等于这个创意呢 是你以前打工的老板给你提出来的 是吧 你就采纳了 现在是这边 这已经全是你的温泉了 是吧 对 在老板的帮助下 战姆珍拿着老板16万元 回家重新翻盖了自家的房子 开放了这个新的家庭温泉 现在家庭温泉的生意越来越好 战姆珍对这项事业也越来越有信心 谢东门这儿呢 他的这个地热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就有很多的温泉 那个在这个叫做卡达这边下呢 就特别多 有很多是家庭的这个温泉 但是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他们县里面 专门跟大户同胞 改的一个大型的温泉 由于当地的大户同胞都 赌信这儿的温泉有特别好的良效 有神奇的质量很强 所以就很多人都会到这儿来泡温泉 如果是遇到节价值的话 我这里面就跟下降的温泉一样 虽然我刚刚到这个地方 有点高原反应 但是我也要体验一把 哇 舒服呀 终于呼吸的舒畅了 我现在是在这个牛谷村 虽然这个牛谷村的海拔 也是有4100多米 但是它这个地方的植被特别好 你看 漂亮吧 所以养寒烂就会 我感觉至少是多了一些 所以呼吸就很舒畅 而且你看 高山溶水就这样沉沉地流过 甚至这个草地上 底下就是水的 不过我到这个村里来 不是为了看水 我要去看土 每天78岁的贡布朗家 都要牵着自己的毛驴儿去运土 他把土运回来后 进行粉碎 磨成极细腻的粉面状 他要用这些土来做什么呢 从11岁开始 贡布朗家就跟着父亲 开始制作手工陶器 现在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 现在农贤时节 贡布朗家就跟自己的儿子 一起制作手工陶器 他们制作的陶器 大多跟生活相关 特别实用 因为质量好 手工细腻 被评为西藏自治区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来到了海拔4700米的牧区 这里是牦牛的领地 它被称为高原之州 平时藏族群众的劳动和生活 都靠牦牛来完成 这里家家户户都饲养牦牛 而且数量不少 在穷渣的家里 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这是他们那个 藏族同胞他们家 都特别热情 你只要坐下来 他们就会不停地 给你倒那个酥油茶 我告诉各位 一个那个小的窍门 如果你喝不了 你就抱着这个碗 说我不喝了 不然你搅一饭 他们就会给你添 这热情代客的酥油茶 就是用牦牛奶制成的 浓浓的酥油茶 营养丰富 据说不但可以让人抵御风寒 还可以缓解高原反应 听到这里 我们忍不住多喝了几杯 酥油茶喝美了 可是你知道 这香味四溢的酥油 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吗 酥油是奶制品 第一道工序 当然是挤奶了 这个工作听起来简单 其实不然 因为牦牛不像 我们内地的奶牛那么听话 每次挤奶都要两个人配合 一个人在前面控制住牦牛 另一个人刺激下手挤奶 两人配合要默契 这才能顺利地取到牦牛奶 取到了牦牛奶 下一步就是要分离 那么怎么通过手工的方式 把油提炼出来呢 这就是人工的理心机 我能试验一下吗 我能试一下 可以吗 可以啊 这也给我了 凉凉的 看上去我觉得好有肉感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可以吗 这样 这样做可以吗 可以可以 那这个要弄到半个小时才行 我们在做酥油 我给弄坏了吗 没炸好 我以为我给弄坏了呢 没有 其实吃过好多次酥油 我真的不知道酥油是这样弄出来的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 他们把酥油挤出来以后 就是牛奶挤出来之后呢 熬过 装到这个 猫牛的那个毒里边 然后就开始晃 是吗 是吗 我理解的对不对 对对 晃得让它分离 把它的油分离出来是吗 太累了 要吃到美食 就好费劲呢 我这样一会儿会把高原反应给晃出来吗 对呀 你什么时候才好呢 是是看感觉吗 是时间到了就行吗 是 时间到时间都行 照着就行了 不行不行 不能干了 我现在改肥了 我已经化了 我头颜眼冒金星了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摇晃 酥油就自然分离出来了 经过这样一过滤之后 就把酥油过滤出来了 剩下的就是奶渣 是吧 酥油是藏族群众家里最常见的 也是最重要的食品 点酥油灯 平时招待客人 或者自己饮用的酥油茶 都要用到酥油 在谢通门县 还有一项劳动跟土有关 那就是打行 不过你见过这样的打行吗 藏语叫做打阿嘎 这是我的翻译落真 他们在唱的是什么东西 他们是在唱打阿嘎时候的一个歌 就是他们唱的主要内容就是 打阿嘎的男的 他们打的特别结实 打出来的阿嘎特别结实 他们女的打出来的阿嘎就特别棒 那个打阿嘎的话 是我们西藏的一个 传统的一个那种什么建筑的一个工序 它就是原先我们没有那种水泥 然后也没有那种专门过来建房子那种设备 它就是通过打阿嘎 然后能上康室这个地基 然后还有那个屋顶 屋顶上面那个房屋那个顶上 就是那个特别结实 你好 你好 今天的洛杉矶带我来看皮具的制作 这是他们的那个领头人是吧 这是我们领头人 这些款式新颖的手工制作皮具 可是波编八家祖传的手艺 通过这门手艺 他家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我们来到波编八家 参观他的皮具合作社 这个我知道漂亮 这就是工艺品了 真的游客的 做得很漂亮 这个是他做设计的吗 还是他做的 你做的 好吧 因为我想象当中他做的很多可能是传统工艺品可能会好一些 但像这个 这个我觉得就是很棒的一件旅游纪念品了 你这样 蒙古经典 这个当时是蒙古蒙古 拉萨和这个销售特别好的 蒙古蒙古 订的人特别多 要过来 对 因为你这个是质量好的 而且是纯传统的手工艺 是不是 拉萨和日卡泽都到这边来订 那应该还不错 那个收益怎么样 他们这边的合作社 非常好 那挺好的 致富之后 为了帮助其他的群众致富 波编巴专门成立了合作社 把手工制作皮具的手艺传给其他人 就是现在那个国家惠民政策特别好 然后就是针对那个 卡泽的老百姓能够脱贫支付 然后他想到 蒙古蒙的一个合作社 为了让更多的贫困户能及得脱贫 那他现在有多少人 现在有22个人 现在人们日子越过越好了 悠闲的生活随处都可以享受 广场上 街道旁 甚至一片树荫下 都可以见到在过林卡的人们 过林卡是藏族群众的娱乐休闲方式 只要有空 大家就聚在一起 品尝家里制作的各种美食 谈天说地 喝上一杯清喝酒 这就算过林卡了 或是那个 那大的节庆 这种林卡 有的时候会连续过很多天 一直这样 他们那种感觉 甚深的吸引 就是他们非常的祥和宁静 要是也不是很多 就大家在一起 喝酒聊天 唱歌 跳舞 大块吃肉 有一种好像草原的味道吧 太软软味了 干了 大口喝酒 自由翱翔 策马奔腾 体验完全不同的少数民族风情 太有仪式感了 太多 哇 在美丽的贡格草原上 知足梦想 敬请收看下期的 《身材有道》 《身材有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